Woo 那這個可以也不要用嗎 可以可以 如果你就用不方便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剛剛讓我超難下台的 好那 剛剛我為什麼不用簡報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像我剛剛覺得大家做簡報超厲害的 那個第一個是Sherry的人 所以做那個簡報像在開車 就是開山路一樣然後像他像開滑店一樣 我就覺得沒有辦法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很不喜歡講固定的東西 所以在講這我都是不準備 就是我都不準備東西啊 就是有幾個元素然後想到怎麼說什麼 好像剛剛那個 有一次我們有一個請一個講者 那個講者他就 他就說他還是不準確簡報 他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次他在 他在聽了很多前面的講者來講 前面講者每時候講很無聊的東西 他原本要講一個很沉沉的東西 但他覺得不行這樣氣氛太糟了 所以呢他就突然轉一個念 他就講一個他裸本的故事 然後全然的哈打笑 對我只是想要舉例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講的內容跟氣氛是有連接 所以我覺得 沒有投影片他是一個更隨性 然後更去應對唱歌的東西 所以你要裸本嗎 我不要 好那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天雅對你太有興趣 是你對他有興趣 對 不要再讓我難下台 我回不下去 好那 我想要從那個 一開始前面講起好了 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大家很多人都會講到說 有人是想要 例如說關鍵是找自己 或者是旅行 或者是說迷茫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想先簡單問一個問題就是 覺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可以舉手嗎 那 我又沒辦法下台了 好那 那 我就不用講了 好 大家都這麼有故事 那 我真的接不下去了 你不太隨性嗎 太隨性了 OK OK 那 那 那我直接講我自己的題目 對啊 OK 那 我原本以為我自己是 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所以 但是我之後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 大學的時候我離開 然後我就休學 那我就跑去環島 那環島那時候方式它就很簡單 就是我帶一個 木箱 那還有帶一面招牌 那招牌就寫一杯咖啡的故事嘛 然後就帶這樣子的東西 我就開始去環島 然後我就在每個城市裡面 欸可能一個我喜歡的角落 然後我這樣擺著 擺著之後就等 或者是邀請路人過來跟我講故事 然後請他喝咖啡 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旅行了八個多月 對 那在這八個多月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件事情 讓我一直感觸很深遠的心 因為我做這件事情是 想要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 所以我做了這件事情 對 結果沒有想到 當我在過了差不多三四個月的時候 有一次我到了新竹 那時候到新竹之後 我就跟一群朋友 我們在猜拳 我們就說 欸我們等一下輸掉講這故事 然後我就想說 好好好 聽了那麼多 我應該應該有故事 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自信 然後沒查 結果欸 我一猜的時候 全部人一字出故事 結果我就輸了 結果一輸之後 我就想說 好 那我講故事 結果一講之後 我就講了一個 很直覺講了一個 關於我在前一陣 再更早前 我屠步環島的故事 那時候我跟幾個大學同學 我們就一起屠步環島 但當我講這故事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就是 就是有點不對勁 我就一講之後 覺得那個心情越來越沉重 然後越來越焦慮 因為我覺得說 這故事我講過好幾次了 為什麼我都已經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旅行 就是用一杯咖啡的故事的方式去旅行 但是我最後要跟別人講故事的時候 我還是只能講那一段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焦慮 我在講的時候 我原本眼睛都是看著大家這樣子 看到你 然後到最後我就是 變成就是看自己 然後越低越講越小聲越想越小聲 甚至連那個故事裡面都出現了一種 就是有點浮誇有點說謊 例如說可能我們第一天遇到 可能二十幾個流氓 然後說 遇到又十幾個了 七十幾個這樣子 然後第二天遇到那個就是 台風天 然後我們的司機台有點淹水 就是其實只有薄薄一層 然後就跟說 我在那邊司機台游泳 就是我就變得非常浮誇 就是這是有一點心理因素在裡面 因為我想要掩飾說讓自己 其實好像不是這麼的無趣 這麼的沒有複製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想了非常多 就是讓我去思考說 到底怎麼樣可以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 這件事情是我當時一直去想 一直去想的東西 那在這件事情過了沒多久之後 我就開始去回想自己以前的事情 結果我就想到說 我旅行曾經有遇到一個很奇怪的人 那那個很奇怪的人 他是一個差不多二十四五歲年輕人 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講了一個 他就劈頭就走過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他想跟我講故事 那我就跟他講 他就問我說 你想要聽什麼樣的故事 我就跟他講說 只要你的故事都可以 然後他說 嗯好 然後就沉思了三十秒以後 他就開始講他自己的故事 那他那時候就講說 好 他的人生要從他六歲的時候開始講起 然後就啪哩啪啪 就從六歲開始一直講到他二十五歲 然後這二十年時間 他講了十個小說 他那邊聽到 聽到他媽媽快睡著 就是 他就是 就長了十個小時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讓我去想了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底一個人怎麼有辦法 可以把他的人生說得這麼精彩 那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所以我就開始去 透過這件事情 又開始去追溯我自己 就是以前發生的事情 我就開始去想 去想 我就努力去想發現說 欸 我最早以前能想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是從八歲的時候可以開始講起 然後就試著開始從八歲 然後開始在每個時間點 開始去講 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故事 然後才慢慢讓我去意識到一件事情 是故事 原本一直以為故事是要 不斷的去創造 不斷去找新的東西 但是這樣旅行 讓我明白一件事情是 其實每個人他都是很有故事的人 那這些故事都藏在過去 可是你必須要有一個機會 去把這些故事講出來 那有一個作曲家 他叫做版本容易 然後這作曲家 他講過一句話我很喜歡 他說 沒有辦法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東西 這東西就等於不存在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認同這樣子的一段話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說故事 他像是一種 他像跟吃東西是一樣的 如果說你今天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嘛 那這東西食物才會變成是你身體的養分 同樣你在經歷事情的時候 你也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 它才會變成是你的故事 那那個消化的過程其實就是 你把它說出來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在這個旅行中 一件很重要得到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東西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在講 在講詮釋這件事情 嗯 好 我再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這樣也很大 我想講詮釋這件事情是 嗯 我再舉個 我要重新舉回來 我那時候八歲那天發生的事情 我那時候八歲幹什麼事情 我八歲的時候我畫了一個 我畫了一個裸體的女生的畫像 然後就在我的教室裡面 然後我當時畫著畫著就 欸 越畫覺得說 越畫越興奮 就是你知道 在畫那種東西都覺得 這是一種挑戰一種禁忌 然後一種違規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畫的時候 我跟同學 我們兩個人就畫了 就到最後 兩個人就跑到走廊上 然後就躺在地上這樣 蛤蛤打下 然後笑到沒有辦法制止 對 然後我們之後回來的時候 就記得那時候非常的羞愧 然後甚至回來的時候 他偷偷摸摸的把那樣子就是揉成一團 然後塞到那個垃圾桶的最底層 這我都很記得 我還記得這種是藍色的 那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可是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當時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就是這件事情 我隔了十幾年以後 我才有辦法去說這個東西 那我就在想這件事情說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很多事情是他發生之後 可是我們當下是沒有辦法去理解他 這件事情也是以為我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當時我就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在當下的時候是 他發生是沒有感覺的原因 因為我們當時沒有類似的 就是沒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去解讀他 那所以我就想到說 當時我們教授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句話我就很喜歡 他說歷史不會變可是詮釋會變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的故事啊 他發生過的事情 他都像是一本小說的大綱 可是他那個情節其實是隨時都會變 那是要依照你每個階段不同的價值觀 去把那個情節填滿 那填滿之後那個東西才是你的故事 所以就是我覺得 也是在聽故事的時候 聽到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人覺得說現在死掉是OK的 喔 那個 這個 那為什麼你們覺得現在死掉是OK的 因為已經過得很精彩了 過得很精彩了 OK 那你呢 因為現在沒有牽絆啊 因為現在沒有牽絆啊 我一直扣著我 但是要什麼好不好 沒有什麼家人或是小孩 沒有什麼 也沒有你朋友 遺憾的東西 沒有什麼會一樣的東西 OK 好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平常在 大家收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很常問大家的問題 就問他們說 如果現在死掉我覺得值得嗎 那一開始我也覺得 不值得啊 很多事情沒有做 年輕對不對 可是其實自從 當我每天去做收故事件事情後 發現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現在死掉 我是覺得很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說 當時我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現在在死前可以做一件事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不是想要去完成什麼 而是我要在死前把我自己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全部寫下來 把它寫成一本書 這是我在當時被問這問題的時候 我給自己一個答案 因為那我會覺得說其實 我們其實對於未來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也是抓不到的 可是對於過去這件事情 是我們是可以去花很多時間 足夠去把它梳理 那其實每個人現在 每個樣子像入座現在這個樣子 入座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都是由過去 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故事 累積而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活得踏實這件事情 不一定是認真的去規劃未來 去外展做 而是怎麼樣好好的去 把自己的過去梳理清楚 然後讓自己現在的樣子是 非常清楚它是怎麼樣來 然後是從什麼樣子 就是它是從何而來啦 對啊 那第三個我想要講的是 想要講的是 聽故事這件事情吧 有一次 有一次有一個人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裡面來有一個朋友 然後這朋友他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 他講話常常會讓大家覺得 很討厭 就是太太奇怪了 就是 不是 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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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我剛剛在想就是有沒有例子 你可以拿我當例子啊 可以拿我當例子 OK 沒有你不要幽默 他沒有什麼幽默 所以我們當時大家就是 就會 他來我們就有時候會有點反感 就覺得說 怎麼他每次都來 我們又沒有那麼歡迎他這樣子 那直到有一次就是他來 然後他第一次他講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他有講到說他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都沒有同學 然後就是他就被大排擠 然後他的家裡面其實也不喜歡他 因為他有一個被他出色的內媒這樣子 那他講到最後的時候其實 就眼淚就一直掉一直掉 他也是邊講邊笑 他說他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去講自己的事情 那他說他以前都只能跟自己的日記講話 對 那當時我們聽完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感覺是很複雜的 就是他還是同樣那個人在前面 可是今天當我聽到他完成他的那個故事之後 我們會覺得對於這個人他的一些表象 就是他所呈現出來的樣貌好像會多一點包容 然後會多一點就是 喔原來你變這樣子是有道理跟原因所在 所以當有 所以當我覺得說故事這件事情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最好認識人的方式 因為他的故事是一個帶有靈魂 然後帶有感情的東西 那每個人的故事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完整的生命脈絡 所以覺得說當時在聽完那個人的時候 我對於這個人 我沒有因為這件事情更會去喜歡這個人 但是我確實對於這個人是有改觀的 我對於他就不再是說 覺得他不討喜或是他討厭 而是說他其實他是有這樣子的生長飛行額 還是他才會變這樣子 所以多的是一種很平等的對待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關於聽故事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回到我自己身上的例子 好了 我那時候旅行的時候 然後旅行到 我回去 我又遇到我爸 那我跟我爸其實關係非常非常糟 因為我爸媽離婚 那我爸當時在離婚之後 我爸每天就是跟我講抱怨我媽多差 說你媽怎樣 你媽怎樣 你們小孩怎麼都沒有去 善盡那種溝通橋樑的角色 所以當時聽的其實很煩 那沒事只要我 之後我就變成有一個慣性 就是我爸只要一提到 只要一提到就是 欸你媽 我就馬上就是 跟他打停這樣子 所以我們關係其實就卡在那地方 怎麼樣都進不去 因為我當時沒有辦法明白說 其實那個是我爸最大的難怪 是他生命中就是 沒有辦法走出來的東西 那直到我旅行回去的時候 有一次當我爸又要 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突然 正當我下一次想要去拒絕他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想到平常在跟這些陌生人 就是聽故事講故事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意思我就把他轉換 我把他爸爸的角色抽掉 然後我把我自己兒子的角色也抽掉 就變成說此時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人 他其實他就是一個陌生人 他是一個中年的失魂大叔 然後就是現在非常的難過很多故事想要講 當我把這角色抽到以後突然間 我覺得我可以用一個很平常心的方式 去聽他講他自己的故事 就當他這樣講講講 講到最後我才發現說 其實他背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講 只是他必須要先講過那一關 他才會把我進去講下去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我才第一次意識到說 原來在這之前 我完全不認識自己的爸爸到底是誰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做一杯咖啡故事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當我在聽這麼多陌生人的故事的時候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最重要的事情其實就是 把這樣子一個聽故事的態度 帶到自己的環境 然後去聽自己熟悉的人說他們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認識人一個最好的方式 好 那時間比較短 我想要講一下我們現在在做的一個計畫好了 我沒有真實習生 可是我們的實習生比較實習生 我們叫做一起生活的人 因為我們就是對我們來說 在街頭上 我們全部都在街頭 在街頭上聽故事 或是舉辦一些講座電影院 或是派對那東西 我們說他是一種生活態度 所以對這有興趣的人 其實等一下可以找我 那有一個計畫叫做百箱計畫 百箱計畫的百是一百的百 我們平常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我們去百箱子 那這一百百箱計畫的意思就是講說 我們希望可以在全台灣有找到一百個點 那這一百個點都是有一百個人在做 一杯咖啡故事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說讓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可以讓陌生人彼此很自然交流 然後大家可以有一個說故事的場合的一個模式 可以變成是城市裡面的日常風景 就像是以前你們會看到說老人家在樹下泡茶 然後在樹下下圍棋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東西是第一個計畫叫百箱計畫 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去來找我聊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計畫叫做街頭聚會所 街頭聚會所他概念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在街頭上去創造各種讓人們可以聚會的場合 所以像我們現在就是會有辦像是電影啦 講座音樂會還有車展還有就是排隊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計畫其實他也是很隨興 就是你今天如果說你有什麼事情想在街頭做 你就會過來跟我們提 那我們只要有人也喜歡 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去街頭上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讓街頭上變得更有趣 然後讓更多人有一個可以交流聚會的地方 對那這是我今天就是隨機講出來的東西 謝謝大家 那我要接接碼還是 有人要問問題嗎 欸你知道嗎 那這樣你會討厭我嗎 我可能要先聽你說故事我還知道 我不是故意要讓我讓你這樣嗎 OKOK 感謝你 感謝你 謝謝 有人想要問什麼問題 例如說一些很特別的故事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還有一點時間 那你真的沒有羅文過嗎 其實有啦 其實有啦 可是那個沒什麼好說的我覺得 說什麼可以講一下G&E嗎 你為什麼要羅文 因為我爽啊 就說沒什麼好說的啊 好好吧 對啊 我講沒有要問問題 我講一個 再講一個小故事好了 這故事是我聽到 我覺得 一直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就是我們當時 剛有人說有在做街友議題的嗎 忘記是誰 剛剛我在前邊那好 那我們當時就是有一天有一個 街友阿姨她就來這邊講故事 因為那天下大雨 所以我們就沒有什麼時間講 我們沒有什麼陌生人來 所以我們就邀請她來過來講故事 那當時她在講的時候 她就講到很多她關於 她的故事的title就是 為什麼她今天要睡在街上 所以我今天就那天 我們就聽了一個實際就是街友 然後講她自己 為什麼睡在街上的原因 那就講到說幾個part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深刻 第一個是講說 因為她當時 當時她住的那個地方 有一天她就是因為 有一天她 因為她住的地方有點問題 就是她們那一層樓 有一個精神狀況不太好的人 她會把狗屎丟到 唯一間公廁的通風口下 所以廁所也非常非常臭 那房東為了要抑止這樣的狀況呢 房東就在廁所的上面 裝了一個針孔攝影機 那個阿姨就覺得就是 這樣子也太不人道 就是太不尊重隱私了吧 所以那阿姨就決定跟房東就是喊提 說我不要住了 對 可是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就有點真實 那沒有想到 當那個阿姨她出去買個東西以後 她回來以後 她發現她的房間被鎖起來 她的門被換鎖了 她就沒有辦法進去房間 然後事後也找不到人 最離譜的事情是 她去找警察之後發現 警察居然就是不去理會這件事情 她也不去解約這件事情 那當時我覺得超壓抑啦 就是怎麼可能 就是警察不是人民的保姆嗎 為什麼她會對這種事情取得 就是一種放任或是阿拉拉拉 沒責這種態度 那是我的疑問 那她有講到說 她之後到社福中心那些收容所的時候 她有講到說 那邊有很多的職工 那些職工他們會把 每分配的食物 就是每個人都一點點分很少很少 那可是在整個就是大家發完食物以後 那些職工都把剩下食物全部帶回家 打包給自己的就是親朋好友吃 那其實這些現象對我來說 當然聽起來都是一個很衝擊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說警察就是要保護人民的權利 而職工就是應該是 對大家就是有關懷有愛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實際上從一個 身在其中的角度聽起來就差了這麼多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讓我對我來說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 我從來沒有想到原來一個可能無家可歸的人 他在無家可歸的過程中他是有發生這麼多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是對於我們的世界來說 他是一個完全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是一個完全反面的世界 所以就是說 嗯 最後一就是說就是 我們之後就有做了一件事情叫說 還沒有名字 但這件事情他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去聆聽 各種不同環境 然後或者是不同階層的人的故事 然後我們試著去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 然後把這些故事變成是一個最直接 然後最純粹的database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database拿去給一些 可能獨立媒體的人 例如說像報導者這樣子的一些 就是一些願意幫人若是聲音發聲的人 然後會把這些故事交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去把這些問題讓更多人看到 然後這些問題才有辦法被解決 所以我會想要再講的事情是 其實聽故事這件事情 它是一件非常有影響力的事情 所以會希望大家可以讓聽故事跟講故事這件事情 會變成是一種生活態度 對 還有時間嗎 沒有 沒有是不是 好 那我要講到這邊 那我講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最後一件事情是紀念千語知識 因為我之前大了休學 那我現在唸書 那我唸的是心理系 那我回去唸心理系之後 我發現我可以把我旅行中的那些經驗 全部都應用到學道次之上 所以我現在其實讀書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 就是多去經驗一些事情 這是一件方式 啊 講完美啦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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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